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本期的内容是八一玄孟村老架子中的迎面掌 又叫擦连掌擦天掌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内容 欢迎登陆我们的应付的官方网站 也可以在那边私信给我 如果你想和更多的人进行交流 可以加入我们的朋友群 也可以登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或微博 那里有更多的内容等着你 下面就让我们开始吧 我先加热一下 从这个暗咽掌开始 这个动作呢 我讲解一下 它又叫打烊炮 楼面掌 擦连掌 擦天掌 都是这种 从暗咽掌开始 左手变单掌 顶抱单提发残的那个胆掌 意思就是像边梢一样放松出去的力 一变胆掌 然后呢 震踏右脚 成一个右须部 一变胆掌 然后 然后 这个 上 拖一下 拖这个左部 身体 拔肠 这个右左掌 向前 插出 目标是对方的眉 这一下 叫挖眉 挖对方的眉 挖对方的眼睛 然后 紧接着 乘双脚 乘双阵脚 并步 乘这个并步 重心向下坐 左手 治愈自己的右内下 右手 右手 练掌 向上 打出 右手 眼睛 看自己的 这个 这个 右前方 假设说我是这个方向练的话 眼睛看自己的右前方 这个就是 这个 打烊炮 这叫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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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二 三 注意这个要领 就是一个是 这个做第一步的时候 这个是边烧劲 第二步的时候 他这个挖眉 这个身体 一定要完全的放出来 再放上进去 进去 这个 拧成一条线 它不能做成什么呢 不能做成这样吧 这把挖 它就做了一步 把这个 翻转 翻转 做一条线 然后 站 对 向上 只要找出这种 刚猛爆裂的 这个劲了 它其中一个名字叫 打烊炮嘛 打出那种炮的那种感觉了 它的实战含义也非常平起 这些向上一点对方 不管对方防不防 他要不防的话 我也就插他眼睛 他防的话 我一抹对方的手也是 插他眼睛 他那个手只要一挡 我速度拖对方的下巴 一下就能把对方 因为这个下巴很脆 所以一拖人就向上 再加上你的力量 就可以将对方直接拖出 如果力量打寸的话 力量打寸的话 就可以将对方的这个颈椎 打折 这个动作我们就讲解到这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内容 欢迎登陆功夫者官方网站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